看最新美高学习规划建议 听教育专家解析美国大学申请策略 原美国名校梦想 欢迎每周收看文美大学申请规划 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和升学建议 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每期时间的中午1点 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准时见面 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评论区 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新移民的家长 有任何美国升学教育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多的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那么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南加州咨询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文美集团是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主营的是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等标划考试的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服务以及课后补习服务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和这个教育心得 文美集团开通了微信群 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如果不方便扫码的话 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屏幕左下角也有文美客服的二维码和微信号 就是文美集团的全拼 那么欢迎大家直接加客服的微信来咨询 在这里多加一句 虽然今天我们收到了这个微信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禁令 但是目前看来对于微信的交流方面 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添加 好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大学申请规划从几年级开始最合适 万博士 其实这个话题 我们时不时的都会提到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 这个也会来问我 我相信您收到的咨询更多 就是到底规划这件事情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是十一年级在做呢 还是说我要从这个六年级就开始做呢 就是大家都会有 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疑惑 所以今天请万博士来给我们再来说说 到底从几年级开始做最合适 好的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策划题目 这个题目非常好 因为随着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深入 做了这么多期了 几十期了 慢慢慢慢意识到 其实咱们这个节目还是有一定使命感的 那么什么使命感呢 就是促进华人在美的这个教育的发展 华人在这个美国势力的不断的壮大 其实这个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微信这个被打压和TikTok 反而是有了一线生机就可以看出来 在美国真是少数民族是生活很可怜 是吧 所以那最好的在美国最好的那就是在教育方面 咱们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能够帮助咱们的孩子 能够在政府在各个机构能有发出咱们更强大的声音 是吧那能够这个弥补在咱们某一些方面的不足 那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微信 其实说白了最后折腾的 他说的是这个影响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跟踪美国公民怎么着 最后他没有把这些禁了 他反而是把一些个什么技术上的东西禁掉了 所以这就明摆着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 我说这就是政治上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并没有说跟踪的问题 什么你不能用了 影响你跟踪 是吧言论资料 这个他没有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怎么办 华人怎么能够变得更强大 所以我突然觉得我今天我的教育的使命 又进一步提升了 焕发出来了 又焕发出来了 对 是的 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规划 对于华人 咱们真的是在美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群 真的是少数民族 不管是这个微信也好 还是这个要把亚裔的这个升学机会 升学机会进一步压缩 包括100多年前的排华法案也好 是吧 所以今天是让我热血沸腾的一天 是不是 对 这个确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 这个在美国华人 由于语言 由于各方面的障碍 在很多 不管是这个信息的共享 信息的资源 还是自己在发声的过程中都存在不足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 其实新移民的比例比较高 新移民的父母 他们的语言上的障碍 孩子还没有真正起来 能够独当一面 站立在这个社会上 站立在这个土地上 所以咱们发生的机会很少 是吧 所以教育怎么能够更好的 能够让咱们的华人 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 能够享受 是吧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咱们要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 能够站出来 是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升学规划的 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那么大家知道咱们讲了这么多期了 美国的大学申请 他考察的东西太全面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能够博得先机 是吧 在这么多项目里边 选出自己最适合的项目 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最高的效率 那当然就是越早的规划 越至关的重要了 是 在这种情况下 几年级最合适呢 其实我之前有一次开玩笑 我说过 我说从娃娃抓起 是吧 所以这个规划的话呢 当然从娃娃抓起是一句玩笑话 那么咱们这边当然特指的是 什么时候机构进入比较合适 是吧 那么应该这个是比较这个实在的一个说法 什么时候机构进入 那么给孩子的规划呢 当然从备孕到出生是吧 到孩子这个学语言 一直其实父母一直在做教育的规划 但是升学这一块 升学这一块的规划的话呢 真的是目前的整体的趋势 也是在不断的潜移 原来最早的话呢 现在已经 我刚才为什么说 咱们的这个有一定的使命感 就是要不断的呼吁大家要尽早的开始进行大学申请的顾化 就在这个不断的呼吁的情况下 昨天依然有家长第一次打电话过来问 说这个我11年级找你们早不早 他问的不是晚不晚 他问的是早不早 那么还有一个家长呢 这个我应该是认识很久了 是吧 然后那个他的观念还是非常的固化 固化 然后孩子已经进入9年级的学习了 当然了我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有问题他会问我 我也会给他一些我的意见 但是在规划方面 我说9年级10年级11年级就要 主要是考察这三年的东西 是吧 那么你要最好的规划就是从9年级开始 那么相应的所有的东西 你都能够准备到位 9年级干什么 10年级11年干什么 他依然的说法是 孩子刚入学是吧 让他适应适应再说 是吧 所以当然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他导致我这么说 他还是有比较固有的观念 后来我真发现很多客人真的不是说 因为觉得我们的价格不合理 或我们的服务内容不好 没来找我们 他是真的不在意这个事 过了一两年他跳出来说这个 我们要开始弄了 是吧 那个时候他真正意识到 但是真的是比较晚 规划黄金的时间是几年级 规划黄金的时间是9年级 我还是说从大学的角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应该这么说 应该可以更早 为什么呢 9年级是你具体要实际实施的 那么从一个孩子的学习的整体的这个 这个步骤来说从他的academic学术方面 大家知道9年级10年级11年级12年级 他这个学习难度肯定是递增的 在这种情况下 9年级的学习难度往往相对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轻松一点意味着孩子有一定的经历 可以干点别的事吗 是不是 不是 那这个是你规划的一些个比较重要的 一些课外活动领导力义工竞赛特长这方面 你才有时间去做 那随着10年级11年级你的AP课越来越多 是吧 所以这个甚至SAT这些其他的一些个考试类别的出来 那么你的压力会陡然而增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9年级是最需要规划的 10年级就是越来越往后 那这个你就规划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那么你有几个暑假 你也不过只有3个暑假而已 9年级升10年级 10年级升11年级 11年级升12年级 3个暑假 那么11年级升12年级 基本上你都在准备大学申请的文章了 所以真正的你大块的只有两个暑假 9年级暑假和10年级暑假 那么平时的时间周六周日你再不利用起来 是吧 那么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势必你是落在别人后边的 那么有些家长说了说这个 我不想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是吧 然后让他快快乐乐的 我也不期待他能上什么名项 能上哪上哪 这句话我完全理解 规划并不等于给孩子压力 这也是完全有误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规划其实是给孩子减压而不是增压 规划是让孩子学习生活更游刃有余 而不是给他简单的加码学习 加码他的工作 不是这样的 那么规划的意义在于说是理清思路 知道他的优点缺点 抓住重点哪些都是重要的 大学看重的哪些不看重的 你就可以放在个人爱好 你就不用弄 这样的话就省得你说是你多头开花 最后的结果是你每一个都做不好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规划的意义 我跟大家讲 有些包括有些孩子也不理解 你找一个人管我 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应该是说有这么一个教育的一个顾问 那么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 让你走的首先是更自信更稳健 你知道你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分清楚你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所以九年级是我应该说是不早了 是吧 那更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呢 那你当然是七年级八年级啊 甚至我觉得从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各方面 当然这个不是 这种我说的规划就不是说咱们顾问找机构规划了 那可能是你家长有一定的责任 就是说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 对于后面真正的规划起到更加直观的作用 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读书的习惯 他有没有写作业的习惯 他有没有遇到困难 他能够去钻研去克服的困难 克服的这种能力的提高 可能我觉得从孩子可能两三岁就是对 开始从让他怎么使筷子 把饭自己喂到嘴里去就已经开始了 是吧 一个良好的读书的习惯 是吧 所以这些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在这之前 那么当然了你在读九年级之前 你可能还是面临到一些个择校方面的一些问题 你是上公校私校 那这更是九年级之前的一个学习方面的规划 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你的整体的一个走向 好吧 所以这个当然了 有一些家长说这个孩子各方面的性格特点 那我就是着急啊 没有办法 我交给你 你能有办法吗 是不是 那么你规划了 他孩子不执行怎么办 是不是 那你这个我花了钱也没有用啊 家长 我这种家长 我是要批评他的 属于一种自我放弃 或自我怎么说呢 自我放弃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是吧 就是说要么把责任推给别人 要么呢 呃 是一味的埋怨 其实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真正的优秀的家长应该是怎么样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什么叫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啊 就是说在规划的过程中 呃 你要了解孩子的性格特点秉性 我刚才说了 如果孩子在之前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或学习态度没有养成 他对这个学习本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 你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一味的埋怨也起不到作用 或者说是你 总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 说啊我给你这个 我交了2000块钱让你补课 这孩子这成绩上不来啊 算了我不选你了 又换一件换一件还没效果 又换一件这种态度其实都是不对的啊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多呃家长或者说是00后啊 新千年之后出来的这些孩子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就是没有欲望啊 咱们大陆有一句俗话叫佛系 是吧就是说读书这事儿跟我有多大关系 是吧我为什么要没有说像咱们呃当年那种国内哈 参加高考说读书是翻身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一种 甚至是唯一的一种出路 尤其是对农村的县城的一些个孩子来说哈 对那么他只有通过高考考上名牌大学才能进到城市 享受到非常好的这种教学环境 是吧那包括那个原来的那个呃京东的总裁刘强东 不说吗他老家是吧就是都没有电灯 唯一的一盏电灯得去现成看 是不是那所以他要考他要努力去考上大学 要进了人民大学他又去了大城市 他才能翻身成为这么一个这这种欲望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能移民美国的 因为咱们主要是服务移民美国的呃这种家长和孩子 哈那么无论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华人家庭 还是在呃这个从中国新移民过来的 普遍的家庭条件都是比较优厚的 从小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动力是严重不足的 居动力严重不足的这种情况下导致 家长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了 哎那么我真的是这个要么是抱怨啊 你怎么还不去读书你怎么还不去干什么 但是尤其是现在网课哈导致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呃孩子关在屋里 网隐比原来还厉害了是吧 原来的话呢还是这个能够这个学校去 基本上处于断网状态也不能看手机啊 你上课的时候不能看手机 更甭说用电脑了是吧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和自己憋的网里 憋憋的物理上网课 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网隐反而比原来更大了 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啊其实我呼吁啊 这个有一个概念 这个时候有些家长说万老师 你这又要收钱了 我还真不是收钱 你听听有没有道理是吧 这就是一个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这是因为这个你不能自我放弃 你说短时间内他不想学习 他或者不爱学习 他就是不认真学习 那么你非说你就得让他学习 你就得怎么样 那现实吗不现实 或者你直接放弃 若干年后四年之后两年之后 那么大学没考上 孩子那时候18岁 他有的孩子挽熟啊 他意识到了哎呀 你怎么不管我 你怎么不骂我 你怎么不给我找老师 是不是 你那时候跟他吵 你说我给你找啊 你不学呀 是不是 就是那你不能是这样的后悔啊 是吧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办学的概念 什么叫办学的概念 办学的概念意味着 给孩子找一保姆 是吧 当然不是纯保姆 这个教学它是有技巧 有方法的 你先得把孩子引导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 这里边我特指那些个已经在学业 放弃学业边缘的那种孩子 更是要采取这种办法 什么叫放弃学业边缘的那种孩子啊 就是他看见这种东西就跟天书一样 他看见游戏他就不行 这是一种人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 你让他干什么 可以干 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自主性 他习惯了让他干什么 干甚至这样的孩子也大量存在 就是说他是没有自主性的 但是呢他还算听话 这两类人都适合我说的这个办学 你要有一个老师辅导他啊 盯着他来进行这个学习补充 把这个该拿的分拿到 是吧 当然了你家长要花银子了 是吧 你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要把他引导过来 是吧 那你这样的话呢 你最后你四年 你起码你的成绩还是可以 考上名牌大学 考上名牌大学了 孩子也早熟了 尤其是男孩 男孩我普遍接触的都是这样啊 男孩要比女孩要晚熟一些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这种情况的话呢 尤其是男孩的话呢 你如果现在你不给他足够的这样的辅助 你就给他一个自我的放逐 是吧 那你最后的结果是等他 真正不热会他后悔的时候 他埋怨的是你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呢 就是说家长你要想办法 当然我只是举了其中一类啊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吧 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告诉你 你要想办法帮孩子解决问题 因为之前咱们说过 说美国这个学习成绩啊 啊 他还是有方法有套度的 为什么要规划呀 对 为什么要规划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人为可以操作 可以控制的 对 并不是说一切孩子说了算 或一切只是那张卷子说了算 是吧 咱们之前就聊过呀 说你这个 你这个这门课拿 怎么拿的呀 60%的分都是过程分啊 是吧 出勤率啊 小组讨论啊 作业啊 是吧 这个project这些个就占了多少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过程让孩子走好 尤其是那些个相对比较听话的孩子 效果就更明显 所以之前节目我就说过 如果采取这种办法 只要你这个孩子听话 再给予适当的辅导 进前50就都不用努力 只要听话 再加上合理的规划 你就能进前50 我就可以这么说 我这儿的孩子都这样 我都不需要你努力 你听话 我让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就行 是吧 那么你只要是努力 进前30就没问题 你很努力 就知道自己是要干什么 有什么理想 这恨不得 就是家长得说 你休息一会儿吧 那种家 那种孩子 那绝对是唐校的脸 对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你说 从这点说 那大学考大学难吗 真的不难 是吧 就是说你怎么把自己调节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家长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来做这个决定 有时候家长说 孩子叛逆了 然后我得跟他商量 是吧 第一你要传递两个信息 经常家长传递错误 一说规划 就是盯着你 是吧 我得找老师盯着你 家长就先传达这种错误信息 对 那你说孩子能接受吗 对 是不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家长该做决定的时候 适当的是要做一些决定的 是吧 你不能被孩子牵着鼻子走 所以当然了 我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理念 什么理念 棍棒底下出孝子 当然我在美国不敢打孩子 是吧 我不打 是吧 但是我从小对我家孩子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当然了 我还是那句话 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没办法采取我那种办法了 那种要从小给他养成这种习惯的 那么如果他现在已经不服管了 是吧 那你就得用适当的其他的方法 是不是 不是帮 不是管他 是帮他 能够让他学得更轻松 而不是更难 是吧 那么所以这个规划的话呢 确实是要趁早 越早做 那么让孩子其实走得更轻松 不是给他加码 而是给他让他更轻松 是 刚才你看万博士说了 只要是听话 这个做好规划 孩子进前50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说像万博士说的 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这个方式下 特别是大学录取 我们如果是针对大学录取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它确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而并不是像国内 就是这张卷子 我做对就做对了 做错就做错 它不一样 它这个考核的各种方面 都是可以在这个规划当中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要纠正一下 包括刚才万博士你说 就是来找人盯着你学习的 其实我之前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找一个规划 可能就是要来看着他学习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的来说 也是要更好的来了解一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 然后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 这个上到他们理想的大学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们就必须要找到专业的人士 就像万博士这种 相信他们的顾问也是这个各有各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这个同学们 进入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因为这个文美集团 它是很著名的 这华人教育的这个咨询辅导机构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在这个大学申请规划 还有SAT ACT的这个考试的培训 还有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服务 还有课后补习服务 都是他们所擅长的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交流这个教育心得 他们也是开通了微信群 欢迎大家这个扫码进群 如果这个不方便扫码的话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期间 屏幕左下方也有文美的客服的二维码和微信号 这个就是他们的微信号很简单 就是文美集团的全P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加客服微信来咨询 感谢观看